王,即刻载你一道指,将年庚瑶再贬五级 皇上,现在年庚瑶已经是从七品 你要是再贬他五级的话,他可是连从九品都不是了 能做个好老百姓,已经是他的造化了 雍正太难了,没登基时,赶上九子夺迪,杀得昏天黑地 上位呢,又被老八撤走,日子也是难上加难 好在自己的奴才争气,这才让雍正保住了基本盘 结果呢,又出来一个土皇帝年庚瑶,弄得雍正左右为难 杀年庚瑶还不容易,不过是一话嘛 但是朕绝不容许这样子,九种要挟 笑话,居然连太后冰天也算在年庚瑶头上 鸭的,你们这是干啥,逼宫,倒得绑架,外面跪着 里面写满奏折,非要我现在杀了年庚瑶 姓王,去问问他们,是成何用心 老十三还没开口,老十四先说话了 这又何必要问呢,自古邪正不两立 朝廷除了这么大的奸臣,百官自然要说话 雍正本就对老十四有意见,这会儿刚好抓